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一間 很多人知道 但是還是有人不知道的 超級好吃 旺仔雞 來了第一道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這裡 最推薦的一道菜喔 這道菜叫招牌銀牙捲 然後它是 豆皮啊 然後 包了這個 豆芽菜 然後加這個醬 很好吃 超清爽 是冰冰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銀牙捲 那一放進嘴巴呢 就先感受到這個銀牙 冰冰涼涼涼的 然後再來是那個 蒜蓉醬油的味道 然後最後呢就是 銀牙這個甜味呢 會直接串出來 最棒 精巧的一道菜 對啊 那個甜甜的好好吃 那個醬 鹹鹹甜甜的 點個四碗雞油飯 雞油飯很香喔 但是其實雞會有 那個雞 我們有點雞的話 其實有油啊 你也可以直接夾 其實沒有蔥而已 這是溫泉空心菜 它的葉 那個梗 比較粗一點 可是咬起來特別脆有口感 我滿喜歡吃這個的 喔 這個是 空心菜 溫泉空心菜 它的梗比較粗 但是你想說梗可能 太粗不好吃 其實它不會 它特別的脆 特別好吃 輕輕鬱鬱的 然後它炒得也很好吃 我滿喜歡這個 我們幾乎都會點這個 好 這個是什麼捲 海鮮捲 我聽你覺得 這個是酥炸海鮮捲 這個海鮮捲阿 它比很脆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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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然後裡面的東西 就是 用的很 料很足 很好吃 好 來收個音看一下 不知道聽不得了 應該這邊這麼吵 我聽不到 它叮叮叮叮的聲音 對 我來看看捲裡面的東西 是清爽口感的喔 可是料很足喔 我都會先把頭剝掉啦 這個其實是看大家 這很燙其實 弄久了就會麻煩 我就先把這邊四隻 先拆下來 拆 這個先給蛤蟆 哇 一直冒煙 喔 真的 宜蘭就是 我覺得就只有這一家是最好吃的 其他我們每次都想一想去吃一下別家 還是發現這一家是最好吃的 然後吃一家別家還是回來吃這一家了 以後就吃這一家就好了 真的 每次去別家就會後悔為什麼不來這一家 對 都同樣是一條滋滋的路裡面這麼多家裡面 就是這一家最好吃 而且它價錢也是 都差不多啦 都跟其他家差不多 現在就有點燙了 所以要休息一下 然後裡面要塞很多東西這樣 這個 也不錯 還吃了嗎 還看 喔唷 超嫩的 它的雞肉就是這樣 它雞油很多 如果你覺得 你雞油飯什麼的啊 其實它下面就會有很多 這個就雞油了 只是說它沒有蔥啊 你加一點醬油就可以 其實也可以省掉你 雞油飯的錢啊 沒關係 出來玩開心就好了 我覺得味道還是不太一樣啦 喔 喔 皮超好吃 它皮是脆脆香香的料理 酥一點點這樣子 很好吃 好 可以啊 接下來我們拿那個 哇 這塊最好吃了 好 然後我拿著 雞肉看看 它肉也是算 蠻嫩的 其實像譬如說 胸的部分容易裁 但是它的 都還好 超好吃的 就連胸的部分都是蠻好吃的 OK 超好吃的 爆開雞米這個香脆 然後 肥嫩的好吃 這個飯啊 也是特好吃的 粒粒分明又Q彈 好 我們今天吃這一些啊 總共1160嘛 對不對 然後其實我還有點一個這個 飲料 那也不貴啊 那重點其實是齁 就是 我們點這樣還蠻多的 因為三大兩小吃的 真是超飽的 應該要再多一個大人 而且我的實際上是特別大的 對喔 我們吃起來每個人都飽到不行了 然後每樣東西都好吃 就很難點到它不好吃的東西 所以有這一間 我們吃過太多次了 非常推薦了對不對 然後重點是說 會建議大家 稍微避開一下 那個熱門期間 那 這個餐廳才會選比較 不那麼擁擠 吃起來會比較放心 對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個是禮拜一的 下午一點半 像這個樣子 我們跟它人更多 所以它這間是非常熱門的 雖然我知道很多人 應該都知道這間店 好啦就先知道這樣子 但是應該還是會有人不知道 或是你都吃別家 可以嘗試這家看看 或是有你覺得更厲害的 可以告訴我 讓我去比較看看 這邊兒童會有 塑膠的跟木頭的 冷水機也有溫水冰水冷水 好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加分享 或是有什麼想要我們去幫你吃吃看的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